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支付市场 最近热闹不断的支付市场又添一味猛料 8月底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宣布停止所有的线下POSE业务 这POSE业务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刷卡 因为刷卡需要商家向服务商支付手续费 所以这项业务是第三方支付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目前的支付市场上排名第一的就是中国盈联 排名第二的就是支付宝 但如果从手续费率来看的话 支付宝的平均费率是0.1% 盈联是0.3%到0.55%不等 这样一来支付宝的退出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了 8月27日支付宝新浪微博官方站号发布消息称 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支付宝将停止所有线下POSE业务 从网友评论来看支付宝此举充分获得了舆论的同情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面支付宝的线下业务和它的线上业务比起来 是非常小的一块 像线下支付的话一共是8.9万亿的规模 而支付宝它当中仅占了大概1%不到 但是线上的支付业务支付宝它是占了49% 银行仅占了7.9% 所以实际上面放弃线下支付这块业务 对于支付宝的业务并没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过即便是主动放弃支付宝方面的损失也不小 去年3月支付宝号称投入5亿元建设物流POSE战略 推动电子商务获到付款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呢 这5亿元可能就是打了水漂了 所以说支付宝微薄罕冤也是实属无奈的 而促成支付宝放弃POSE业务的更大原因 应该是银联方面的压力 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在2013陆家嘴论坛上明确表示 银联要紧跟行事 第一个产生我们的这个消费升级 进入了快车道 第二个要抓住消费升级这样的一个时机 来使我们的产业调整 产业机构调整 产业升级要发表它的作用 第三个金融要大力支持消费升级 许罗德还表示 第三方支付机构从事的业务是银联卡的业务 因此必须遵循银联卡的规则和体系 那么什么是银联卡的规则和体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银联的一份议案 在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非经机构线下银联卡交易业务迁移 统一上送银联转接 在明年7月1日前实现非经机构互联网银联卡交易 全面接入银联 说白了就是 以后第三方支付涉及银行卡的业务 都要从我银联这个端口进入 银联方面称 这样做也是为了交易安全和银联的品牌 但客观上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让本来是竞争对手的第三方支付 尽快地俯首称臣 所以实际上面如果根据这条条例 根据银联的解释来说的话 实际上面所有的国内的线下支付业务 全都要通过银联来进行 所以在这块上面 支付宝如果说以后要继续进行它的线下业务 实际上它也将为银联贡献一部分利润 所以我觉得支付宝在权衡 它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利润 以及与银联的在规则上面的纠纷之后 它选择的退出也是一个明智之举 有市场人士指出 支付宝选择退出POSE业务的另一个原因 是想要集中力量发展移动支付 但是支付宝的退出客观上 几乎等于成全了银联一统第三方支付银联卡业务的图谋 对此银行方面迟迟不愿表态 有电商人士做过简单的测算 一旦银联全面扩张至第三方支付 那么至少有每年30亿元的通道费 会加到消费者的头上 而第三方机构全部接入银联通道 为此支付的手续费可能高达240亿元 这一切的一切 仅仅是因为交易安全和银联的品牌吗 那么未来银联在移动支付上 是否也可以照搬这套思路呢 也许监管机构是时候出来说一说了